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个细节 Hello 大家好 我是Wayne 又是特斯拉 又是撞车事故 后台很多小伙伴都留言想听我的看法 本来我什么也不想说的 毕竟也是听着林志颖的歌长大的 当然不是主动听的 因为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几乎班上的所有女同学都喜欢她 什么17岁那年的雨季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像昨天说再见等等等等 我到现在都能哼 是不是 就是暴露年龄了 那清楚的记得 班上有男生还剪了 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小奶狗发型 结果 一眨眼我们都老了 满满的回忆啊 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 心情就特别的沉重 但只要是特斯拉的车祸 就会有人出来带节奏啊 这次是林志颖 如此轰动的效应 他们是不可能放过的 全网右 一边倒的把责任 归结为电动汽车不安全 电池容易燃烧 特斯拉自动驾驶要人命 那我就要来说道说道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还原一下现场 把时间拨回到7月22日当天 林志颖开车 带着他的小儿子去赛车场比赛 这里就是事发地点 桃园的中正北路 林志颖他们要去这里的大鲁阁 卡丁车场 其实事发的地点离车场很近了 已经快要到达目的地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路口 他的车在这里掉头 这是另一个视角 我们后来看到的监控画面 都是这个摄像头拍的 好 车掉头向前行驶 有点右偏啊 修正到中间这根车道 到这里的时候 就莫名地撞到了这根柱子上 目的地就在前方 上了这个坡下坡就到了 撞了以后呢 林志颖就失去了知觉 他和他的儿子是被 旁边在这里面施工的好心人 救出来的 然后就被抬到这个路边 等待救护车救援 我们先来弄清楚 几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从监控看车速不快 为什么撞这么惨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当你的车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前面有一堵墙和一棵树 你会选择撞哪个呢 那老司机都知道 您撞墙不撞树 对不对 同样的速度 撞树造成的破坏 要大的多的多的多 原因就是 接触的面积不同 造成的压强不同 我们来复习一下初中的物理 这是压强公式 P等于F除以S P是压强 F表示压力 S是受力面积 也就是说 力作用的效果 与压力大小 和受力面积有关 压力越大 压强越大 同样的压力下 受力面积越小 压强越大 那撞树有多可怕呢 我们来看这个测试 这个瞬间撞击的破坏力 是不是远超大家的想象 在这个测试中 车翼子板的两边 都已经并到一起了 所以 撞墙还是撞树的问题 就相当于 你用脚去踢钢板 还是去踢钢钉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车速的车 撞树的效果 注意看不同速度的撞击 对驾驶舱的挤压 和对乘客造成的伤害 再回头 这次的现场 林志颖撞的是金属柱 其实不能用柱 柱子一般都是比较粗 这个最多是一个金属感 又细又牢 所以受力面积的压强 指数级的增加 对于车来说 这就相当于 竖着的一把砍刀 一下就砍了进去 那从后方的摄像头来看 似乎车速并不快 但前方摄像头的画面 以及其他路人拍到的画面 来看 其实也不算慢 另外大家不要忘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测试视频 是小型汽油车 而Model X 是一个SUV 质量要大很多 要知道 质量越大 惯性就越大 撞击静止物体的时候 压力就越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 特斯拉的车体结构 都有哪些防撞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 这两根粗撞的铝盒 这是重要的吸能结构 在车前方 有一根横向的防撞杆 下方也有防撞结构 是这样的 当遇到正面碰撞的时候 前部机舱有三条船力入境 来保证碰撞力 有效传递到整个车体 加上因为没有引擎 前方有巨大的溃缩空间 保证了撞击的能量 能及时散掉 所以各大机构的安全测试 都给了特斯拉最高的安全等级 但为什么还造成了 这么大的伤害呢 实在是撞击点太小 力量又太大 在这个位置轻入 它的吸能盒 很难起到效果 但如果特斯拉都撞得惨不忍睹了 换成其他的车 只会更糟 不管哪里被细的东西勒到 都是要命的 这是物理性质决定的 可以做优化 但不可能违背物理定律 那第二个最大的质疑点 就是着火 新闻说 刚把人救出来没多久 火事就扩大了 无法控制 很多人甚至说 特斯拉一撞就着 不安全 这是典型的抛开事实 抛开数据下结论 那油车和电车自然的数据 我就不多说了 每年烧的油车多 还是电车多 有一台算一台 都是有数据的 大家可以去查 反过来说 是不是林志颖开的是油车 就没事了呢 要知道 油车的机舱盖下面 可是发动机 大部分油车的发动机 是前置的 内燃机 内燃机 所谓内燃机 就是内部燃烧燃料的发动机 有明火 又有燃料 如果瞬间被挤压的话 会怎么样呢 大家不要忘了 速度激情的男主角 保罗沃克是怎么死的 在2013年 当时保罗的车在路口失控 撞到树上 这棵树的直径跟林志颖撞的金属杆 正好类似 从监控画面看 撞击后 车直接爆炸燃烧 没有给保罗任何的逃生机会 所以 一个是 等人救出来了 车烧没了 一个是 直接就爆炸 注意不是起火 是爆炸 你选哪个呢 好 我们搞清楚了 撞击为什么如此惨烈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撞 到底是不是特斯拉 autopilot的果 目前的AP是不支持自动掉头的 FSD beta可以 但还没有推送到台湾地区 所以掉头一定是他自己的操作 掉头过后有没有开启AP呢 我们看到 车当时是偏右的 并没有马上居中 开过特斯拉的同学都知道 打开AP的同时 会有很强的道路修正效果 电脑会迅速的介入 把车居中 所以从林志颖的车型轨迹来看 并没有打开AP 而且前面就到目的地了 根本没有必要打开AP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林志颖掉头回来 打开autopilot的话 还真就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我们来看看碰撞现场后方的视角 它是在这根道上行驶 可以说地面的标线很清晰 这个路况 对于AP来说是没有难度的 出事后就有特斯拉的车主 去到现场开启AP 模拟当时的状况 自动驾驶 看到两条线自动驾驶 前面就是桥蹲的 你看 这个车子安安全全的通过桥蹲 就上桥了 那车是不是失控 自己撞上去的呢 也不太可能 开过特斯拉的同学都知道 特斯拉是有动能回收的 就算是X 是可以设置到动能回收D 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车如果不踩电门的话 是不会保持匀速前进的 是有制动的效果的 车速会迅速下降的 所以当时林志颖的脚 一定是踩在电门上 因此大概率是走神 或者是身体发生突然的状况 导致的事故 那车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是有的 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 副驾驶的安全气囊是打开的 但从林志颖额头和脸上 撞击的部位的形状来看 正驾驶的气囊 大概率没有打开 而且大概率没系安全带 在它左侧额头有个圆形的撞击点 然后鼻子受重伤 这个形状跟Yoke方向盘的形状吻合 应该就是撞到了这个位置 但它开的是Raven版的Model X 怎么会有Yoke方向盘呢 很多媒体都说 它开的是最新的Plat版的Model X 其实不是的 大家仔细看轮毂 这是一台Raven版的Model X 原厂应该是圆形的方向盘 网上流传的这张图片 是Plat版Model X第一次在台湾展出 它去展厅参观的照片 并不是它本人的车 那既然是圆形的方向盘 为什么会有Yoke方向盘撞击的痕迹呢 我找到了这个视频 原来它是为了体验最新的Plat版的Yoke方向盘 把自己的Model X和X的原厂方向盘都做了改装 注意哦 我这里并不是说Yoke方向盘不安全 有安全隐患 听我这么说 很多人又兴奋了 又会借题发挥 厂家肯定是经过重重测试的 原厂的Yoke方向盘一定有安全的设计和考量 但如果是自己换的 甚至有可能是自己DIY的Yoke方向盘 有没有问题 安全气囊能不能弹出 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所以如果以上的猜测都正确的话 没有挤安全带 没有安全气囊 以560左右的速度撞铁柱 人还在 是不是应该感谢特斯拉的安全性呢 不服的同学可以 自己开个任何同样重量的SUV 关掉气囊 不计安全带 开560撞铁柱 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最后我要讲一个 全网所有人都忽略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元凶 我们回到事发的这根铁柱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 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就是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这是我见过最小最简陋的分隔岛 我不知道台湾的叫法是叫分离岛还是分隔岛 就相当于在路中间竖了一根铁柱 那肯定会有同学说 前面不是有很多的小柱子吗 但这些小柱子都是塑料的 车一下就压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减速效果 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车就已经撞上大铁柱了 我不知道台湾道路设计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但在上海 这应该是过不了验收的 路中间的柱子都是要做好多层的防护 怎么可能光溜溜的就竖在那里 我今天开车的时候 还特别留意了一下 我们这边的分隔岛是怎么设计的 大部分都做了周全的防护 留了很长的距离 前面这个是一个警示灯柱 夜晚会发光 周围和后面都是金属的防撞杆 注意哦 这个柱子是金属的 有意外情况发生的话 是可以起到减速缓冲的作用的 我观察了各个路口 再不计再不计 也会有一个防撞桶 很多高车速的地点 都会有这样的加强型防护缓冲的设计啊 然后我还上网搜索了一下防撞设施 很多的新闻都是这样的 那我再搜索了一下台湾那边的新闻 就很多撞柱子的 这起事故发生在临近撞车后的第二天 车主不是明星 没人关注 车速应该也不快 车子没有起火 但人直接就没了 台湾的朋友 我这里绝对不是开地图炮啊 绝对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只是就是论事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值得引起重视 那今天看到新闻呢 当地居然还要求林志颖 赔偿市政设施损坏的费用太疯狂 飙车可能会导致车祸 但糟糕的道路设计绝对是个杀手 人们给车评级 但不会给道路的安全评级 可以说很多的道路设计都是要人命的 出了事故 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怪车 全网没有一个人 质疑过道路的设计 那重点来了 以下是总结教训的时间 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一定要系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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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 宁可撞墙 不要撞树 一定要撞树和杆子的话 挑粗的撞 一定要撞车的话 挑小的 不要撞大车 钻货车底是比撞铁柱还危险的 因为只有两根A柱受力 很容易整个车顶被削 等同于斩首 必死无疑 好吧 相信我的分析应该是全网最透彻的了 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时间 为的是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让大家都能安全的出行 希望转发出去 让关心你的人都看到 保护好自己 这里也祝愿林志颖早日康复 那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Wayne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我还是有关心你的人都看不见了